就是挽回感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个重点 挽回很简单 因为为什么你跟一个人只要相处两三年 你有共同的习惯喜好 而且他也习惯你一个人 也依赖你这个人 那么这时候你去挽回成功率特别高 哪怕他有了心欢 哪怕他有了各种的父母对他的期许 或者说干涉 你要挽回的基础也是很容易的 但是问题是一个人 如果他已经成功离开过你一次了 而且他做出行动了 而且做出选择了 那他竟然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造成他离开的因素依然存在 你想想看嘛 你把他挽回了之后 那么他当时提出了那些 就是导致他离开的那些 不管是什么原因呢 会消失吗 只要是基于你个人的 不管是性格还是金钱 还是利益 还是性情 这些方面当时导致那个女孩子分手了 你把他挽回来了 然后你这些都会改掉吗 改不掉 真的 你很难因为一个人的需求 去改变自己的所有的生活轨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挽回对方的代价就是丧失自己 你把他挽回了 然后挽回了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像以前 继续跟以前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 继续回到原来轨道上了 不是 那已经变了轨道了 你去挽回他了 以后呢你就至少得按照他的期许 期望调整自己 那么你能做到吗 我觉得多数人做不到 你可以很容易挽回这个人 但是挽回了之后 你要按照他列出条件去一一满足 哪怕完成百分之三十都很难啊 哪怕我当时吸脚的答应了 可能挽回的那前几天会记得 过几天我可能就忘了 你挽回了什么 想受到二次伤害知道吗 因为你失败过一次 你先提出分手了 你再挽回了 然后他再提出分手 然后你再次受到伤害知道吧 反正我看到的分分合合的那种 有些男女都分合了七八次 虽然还在一起 但实际上这种关系也岌岌可危 反正只要当女生成功的离开过你一次 离开第二次就不再难受了 第一次可能会对你有责任 有依赖有道德有良心 这种因素 可以让你轻易的挽回 第二次第三次你怎么办呢 人的道德和良心 都会在相同的事件中磨损 包括你在内 你也一样 你可能挽回一次 可能你挽回两次 挽回三次 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伤心病狂了 不想再挽回了 所以你搞了那么多事出来 最终结果呢 都是徒劳工 当然你可以表现得很伤心 去别的妹子面前 表现得痛哭流涕 哎呀 曾经有多么一份真爱在我面前 结果我失气她了 我没能挽回她 我很痛苦 现在我只想在你的怀抱里 得到安慰 我只想要得到你的肉体 快来我的怀抱吧 拯救我吧 这样也行 知道吗 学会利用你的人生素材 知道吗 也许你的这一段不幸 是下一段幸福的开始呢 也许有一个很傻的女生 听了你这些凄惨的故事 对你起了不该起的同情 起了不该起的意念 人生很难讲 得到一个东西的同时 也会失气一个东西 失气一个东西的时候 也会得到一个东西 得失是很难计算的 而且有时候计算太多了 也特别没劲 就是老是在想着 我在这个形象失气了什么 然后很痛苦 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失恋了 我就失气一个女人 很痛苦 他们那个女人就从来不是死 从来就不属于你的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谈恋爱 在谈出一脑子的封建思想 我睡过了这个女人 我拥有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属于我的 就是我的附属品 别看我们读了很多书 其实多数男人心理 是不把女人当成人的 当成物品的 当成自己可以拥有的物品 一旦拥有了 就必须得像畜生一样打散我的烙印 所有人遇到她都知道 她是娃威的女人 她永远不能再离开我 你的所谓得到是这种 所以说实在的 恋爱关系中 就不应该有一种 得到的狂妄 就好多人恋爱成功了 然后就像周围的朋友先告 某某某从此就是我的女人 这种特别蠢的 有一种做法 但是人间蠢事太多了 有时候看看就好了 同情也同情不过来 笑也笑不过来 奇葩的事情反复的发生 不断的发生 对